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迄今未能实现普京总统设定的目标 而西方阵营又放风 在进行战后司法审判的准备 这在俄罗斯精英圈和内外宣人员中 不断引起恐慌 大家好 欢迎收看思路话语 我是李宁斯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迄今未能实现普京总统设定的目标 而西方阵营又放风 在进行战后司法审判的准备 这在俄罗斯精英圈和内外宣人员中 不断引起恐慌 这种情绪从不少公开的主流媒体节目中 都听得出来 RTE总编辑西蒙扬多次在自媒体上表示 其实俄罗斯领导层和他的媒体宣传伙伴 都不愿意对乌克兰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攻击 在出席著名主持人索罗维约夫的 晚间电视节目时 西蒙承认 克里姆林宫的有些精英 担心因战争罪而受审的可能性 他说 不幸的是 我认识他们中的许多人 包括那些在非常高的圈子里的人 他们害怕这一点 而索罗维约夫则强硬地说 害怕海牙法庭的人们听着 你应该害怕的是被羞辱 是背叛你的人民 并且宣称 如果以核打击进行威胁 就不会有任何海牙审判了 因为整个世界都会化为灰烬 在国家电视台星期三播出的60分钟节目中 女主持人奥尔加斯卡比耶娃 也讲述了同样的话题 她说 上帝保佑 我们不能够允许审判发声 甚至不要大声地说出来 但是假如我们的国家无法取得胜利 我们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要被追究责任 无论是位于俄罗斯联邦境内还是境外的人 那些在国外的人很可能也会立即被捕 我们所有人都将被视为有罪 危在旦夕的不仅是国家的生存 还有俄罗斯联邦的每一位公民的无忧无虑的生存 我们的未来岌岌可危 所以斯卡比耶娃补充说 为了避免海牙法庭刑事案件的起诉和赔偿 我们就需要全面加强军事行动 我们必须向他们施加巨大的压力 以至于他们要靠近我们所讨论的休战 或者是和平进程条件 否则他们就会坚持要我们投降 那位曾经短暂担任过所谓 顿列茨克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 已经被海牙法庭在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2014年7月空难中被判有罪 而现在以博主斯特利克夫文明的基尔金 就直接在视频中坦诚 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失败 他将在海牙法庭面临无奇徒刑 他还说 之后我会被押击到基辅 并在那里被绞死 我对此毫不怀疑 正因为目前的局势和情绪 俄罗斯官媒和社媒主要大V们 都一面表示不愿意轰炸乌克兰平民 一面又主张要打下去 不能够接受乌克兰谈判的条件 斯卡比耶娃在最近一次节目中就说 泽连斯基的和平倡议 每一条都是要俄国人自杀 所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和普京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都表示俄罗斯会按照自己的条件走下去 拉夫罗夫在塔茨社采访中 还首次表示 五角大楼的一些不知名官员 实际上威胁过 要对克里姆林宫进行斩首打击 就是发出了对普京总统肉体消灭的威胁 俄罗斯外长警告说 策划这种想法的人 应该非常仔细地考虑 这样的计划可能带来的后果 好 这次就聊到这 谢谢你的关注